兼容相机使用注意事项 松下相机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Type-C 连接云台与相机 在相机弹出页面框中 选取PC Tether模式 将机身内置聚焦模式开关切换至MF 即可使用电控更交功能 将机身内置聚焦模式开关切换至AFS、AFF、AFC等档位 即可通过相机控制按键触发相机的自动对焦 尼扛相机 MCC-C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Type-C 连接云台与相机 镜头对焦模式切换至A 机身内置聚焦模式设置为AFS、AFC 即可使用电控更交功能 加能相机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Type-C 连接云台与相机 由于相机系统原因 需要拍照时 需要将相机拍摄模式切换至拍照 需要录像时 需要将相机拍摄模式切换至录像 使用电控更交时 需要将镜头对焦模式切换至AM 索尼相机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Type-C 连接云台与相机 相机对焦模式 需要选择为手动对焦MF 将相机中使用智能手机控制功能关闭 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选择菜单 网络 使用智能手机控制 选择关闭 将相机的USB连接功能设置为 电脑遥控 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选择菜单 选择设置 选择USB连接 选择电脑遥控 此时将自动关闭相机机身五轴防导功能 使用电控更交时 需要使用镜头上的AF档位 索尼相机 Multi USB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 Multi 连接云台与相机 为了确保云台能正确识别相机 在完成线缆连接后 请务必先开启云台电源 再开启相机电源 选择菜单 选择设置 选择变焦设置 选择数码变焦 复视相机 使用多功能相机控制线 Type-C 连接云台与相机 为了确保云台能正确识别相机 在完成线缆连接后 请务必先开启相机电源 再开启云台电源 将相机的PC连接模式功能设置为 USB自动模式 选择菜单 选择设置 选择连接设置 PC连接模式 USB自动模式 连接过程中 不支持使用相机的按键功能 若需使用相机的按键功能 请确保云台已休眠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